有啊 我們來講一下靜電力 靜電力 這邊帶鎮電 這邊帶負電 他們之間就有排斥力 官員 官員 就有電力 這是鎮電因為正不相鎮 假設是鎮電的話 然後呢是鎮鎮相鎮 官員起來了 鎮鎮相鎮 這兩個之間是你啊 很好 你才起來 官員都起來了 這邊還有一個椅子 在那邊吵 去哪裡 去 剪刀的屁 交出來快點 你們要出去一吵 先出去好不好 交出來喔 先出去好不好 你說我跟他嗎 你們兩個都出去 搞清楚單鏡啊 來來來 這個叫什麼 我不清楚啊 你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沒有 這中間呢 有排斥力 有排斥力 你覺得這個排斥力 會跟誰有關 排斥力大小跟誰有關 排斥力跟誰有關 排斥力跟誰有關 你負了是什麼 因為你講的負了是跳躍 我們目前講的範圍 所以簡單來講呢 就是跟他的電量有關 這個電量跟這邊的電量有關 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叫做Q好了 Q就是他的電量 你剛剛不是講的嗎 在這邊 你會帶正電或負電 純粹是因為電子的移動 你帶來很多電子 就你的電量多一點 你帶來很少的電子 好 帶來電量少一點 帶來電量少一點 帶來電量多寡 電量多寡 對 帶來電量多寡 帶來電量多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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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來電量多寡 好了 你們兩位 還一分鐘解決 解決不了就站著上課 還一分鐘 好 所以這個電量的多寡 會接近在電量的強度 是不是 所以他跟Q成正比 是不是 我的Q越多 我的電越大 我的力越大 欸 怪你起來了 你再怪眼睛閉起來 就站著上課 好 你的電量越多 你的力越強 跟R分之一成正比嗎 我的距離越近 我的強度是越強還是越弱 越強 越弱 但是 距離越近的時候 越強 越強 對不對 可是是R分之一嗎 那 你就應該 那是什麼 就防比於它 我們曾經講過一個類似的東西 是什麼 沒有 我們曾經講過一個類似的東西 是什麼 一分鐘 不是一分鐘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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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記住 你也太太多了吧 會 來 進來 進來 一分鐘到了 進來 進來 站著上課 都不要做了 無聊到這種程度 那無聊 非常無聊 非常無聊 什麼事情不能 你生命要浪費在美好的事情嘛 浪費在那種無聊的事情上面 對啊 沒好事 不用什麼捍衛啦 這怎麼了不起的 那麼多椅子 你在那邊玩進來 用飯 來 跟電量相關對不對 跟距離乘反比 但是距離 一次次或兩次次乘反比 我們跟以前上過類似的東西 距離平方 距離平方 為什麼是平方 因為兩個 都有距離 兩個都有距離 想一下兩個都有距離 兩個都有距離 兩個都有距離 跟那種萬有頻率有關係 跟萬有頻率有關係 跟萬有頻率類似不能有關係 跟萬有頻率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是距離平方 萬有頻率為什麼是距離平方 記不記得 萬有頻率的音效 為什麼距離平方 這需要動用講義 想一想 為什麼不是平方 為什麼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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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講 假設 我們先講 負電 你們可能比較感覺得到 負電是可以吸引的 但假設這不是Q 這就是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的電子量 一個單位的電量 所以它吸引它 我覺得跟這個大Q有關係 對不對 這感覺像地球上去吸引物質一樣 地球一個磁場 不是磁場 這個叫做萬有頻率 它會吸引它 可是吸引力呢 是從直心來看的話 它是四面八方的吸引力 是不是從四面八方來的吸引力 有面積 它跟面積相關沒有錯 我距離越遠呢 我的影響呢 是分散的越遠 越大 對不對 我這分散是分散的越 面積越大 假設我距離是一倍 這是兩倍 我的面積多少 一倍啊 一倍跟四倍 好 這邊面都變兩倍了 這邊常都變兩倍 二重二變四倍 它四倍的影響 所以它被稀釋 它的影響力被稀釋 你距離越遠 你的稀釋的程度越大 所以它跟距離的平方等反比 距離的平方等反比 所以簡單來講 你說這個吸引力是什麼 這叫靜電力 這叫庫倫電力 它是R平方分之QQ Q是它的電量 Q是它的電量 是正的吸引力或負的吸引力怎麼決定 看K 是吸引力還是排斥力 不是看K K是個長處 K不會變的 是吸引力或排斥力 這正負代表吸引力或排斥力 看大Q小Q的大小 不是看大Q小的大小 看正負 假設這兩個都正的 是什麼力 排斥力 是排斥力 假設一正一負呢 吸引力 假設這兩個都是負的 排斥力 排斥力 這樣決定 懂嗎 所以休以K是一個負數 K是個長數 不是負數 是長數 它是一個負數 不是 它就是個長數 長數不會是負數 你聽到的所有長數都是正數 就是個量 它不會是負數 我們通常會決定 因為它是正負 會跟方向相關 跟方向相關 這個K不會告訴你方向 這K不會告訴你方向 這K不會告訴你方向 就跟萬有力長數那個G 會不會告訴你方向 不會 不會 它不會告訴你方向 這是個大小而已 好 你們兩位如果有能力 找到位置做 就坐下來 好 哦 不要推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你們不要再幼稚好不好 真的不要再幼稚 不要把時間放在這種幼稚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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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不可以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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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肅 這不是我現在的課程 這不是我現在的課程 這不是供應課 我想在這邊 我們去 我們去上課 你們一樣 你一樣從你同學的權益 我就再請你出去 好不好 如果你們也不想上課 如果你們也不想上課 那就不要上課 沒有啦 我們想上課 你們繼續就好 ok 所以這個k呢 指的是一個常數 q是兩邊的電量大小 電量多寬 所以這個d呢 會跟電量多寬成正比 會跟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正問題 好 它跟萬元很像 萬元電動是什麼 等於gr 平方分之大M小A 這指的是兩個物質的質量 這個指的是兩個物質質量的距離 對 平方 那g是什麼 記不記得 萬元電動常數 萬元電動常數怎麼求的 就是又 記不記得 地球 不是 那是用那種鏡子 那種鏡子 你剛好想說都忘記 對吧 我記憶力不好 他是用 他是牛頓提出的講說之後 提出這個學說之後 又隔了50年之後 他才被發現了 因為他證明不出來 牛頓有證明就是g g只要被求出來 我們就得求出地球的質量 那地球的 這個g是後來隔了在50年之後 才被求出來 他才再去證明 對 所以g是求出來的 g是發想了 椅子數 椅子 爪就椅子 現在是椅子 所以他想我什麼 蛤 不想我不是 不是牛頓 牛頓死掉之後 後面別的特意家發明 別的特意家發明 別的特意家想到了 但是他的方法很簡單 牛頓也試過啊 我就拿他兩個大物體 就看到這些吸引力就好了 沒有反應 可是沒有反應 太小了 吸引力太小 車不出來 車不出來 好 那後來客人家在想說 我就下個鏡子 看鏡子轉的角度 對不對 他在50公尺關 他在轉了 誒 移動了一公分 我就知道他轉了幾度 不然他轉了角度 他在想到你沒有辦法量測 你沒有要測量 沒有要測量 你沒有要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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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經典力 好了 那我們再想一下 這邊帶正電 這邊帶負電 講正面 這邊帶正電 這邊有個小小的電子 在這裡 對他來講 這電子的時候有什麼力 吸引力 另外一個吸引力 對 把它吸過來 所以我們就說 這叫做一個吸引力 這叫做一個廠 這是個廠 廠嚴格來講 就是個趨勢 我這個粉筆 在這邊 它往下掉 所以這邊有個重力廠 它叫重力廠 它對質量有影響 任何一個質量 在這個重力廠 都會向這個方向移動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這邊有個電廠 有個電廠 誰可以畫出一下 電廠的方向是什麼 來 誰願願來畫畫看 電廠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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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確認 對我不知道電廠怎麼畫 電廠會怎麼樣 我試試看 OK 你說它的力量的方向 對 現在 對 我試試看 好 要再C 這就C 電廠的方向 它這邊吸它量比較大 所以我這邊用它 這邊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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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攜帶來很小的 你看 就是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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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的 那個力量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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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物質 它這個帶在內物質 就是 它的方向是 它帶這邊物質的 那個力量方向 然後它這比較長的電廠 就是它帶濕電 設施的負電 有很少的電客的力量 不是 不是 好 OK 來 簡單來講 在這邊 假設這裡有一個正負電 那我們剛才講 電廠呢 是指一個 正電位的負電 在這邊所受的力 就是說 這邊會受害的趨勢是什麼 假設你先以電子來看的話 以電子來看的話 好 這邊假設這個Q 就是帶這邊在這邊 所有的電都會想它移動 對 任何一個地方放一個電子 就往那邊移動 是不是 任何一個地方放一個電子 就會向它移動 是不是這樣 4 4 4 這就是它電廠 那假設我們正的電廠 正正的電廠是用正電來看 一個正電特 那電廠往哪邊走 電廠要反過來 電廠要反過來 我們說的電廠 一邊是往後方向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 嘩 往那個方向的 是它裡面的電子會變少 不是 這是說 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任何地方放一個正電荷 這個正電荷 這個正電荷受了什麼樣的力 看不太高 我在地球表面 任何一個地方有個質量 這個質量會往外面移動 地形啊 會往地形 就是這個意思 我在這個電荷旁邊 任何一個地方放一個正電荷 這個正電荷會往外面移動 外面 在這個情況下是往外面移動 所以就是電廠的方向 那剛剛 子虹在講這個東西說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假設這邊也有一個 負電荷 在這裡的時候呢 你剛剛講說 他所做力跟他所做力 發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是什麼 假如你 兩次一樣大 對 兩次一樣大 這個東西吸引他的力 跟他吸引他的力 不一樣大 因為他 還是做力跟反做力 好 就像我站在這邊 所以 地球吸引我的力 跟我吸引地球力 一不一樣大 一樣 一樣大 這個作用力跟反做力 好 作用力跟反做力 所以這兩個力是一樣大 但是我們現在要考慮個力 我們考慮個方向 重點一個長呢 當然力的大小有關係 還有另外一個方向也有關係 兩個概念 但是重點是方向 方向是長的方向 長的方向 所以假設呢 我這邊有另外一個負電荷 好 假設這邊有個負電荷 好 電荷會變什麼 電荷會變 吸 這樣過來 可是不是負電荷應該移動嗎 我現在畫的是一個電荷的方向 來想一下 為什麼這樣畫呢 我簡單來講 假設呢 它不會走最短 不是走最短 假設這邊有個負電荷 不 正電荷 假設這邊有正電荷 它對它是有排斥力 對啊 它排斥力往哪邊 往歪 往上對不對 往 往 往切線方向 往 沒有 往 會 跟誰切線 跟每一條切線 跟每一條 跟什麼每一條 每一條什麼 跟什麼東西在每一條 跟它 那個 遠 走每一條切線 哪個要遠走每一條切線 哪個要遠走每一條切線 我看不懂 我不知道 我看不懂 我覺得 瓜改不可 什麼意思 哪個方向 哪個方向 你不是說它 往什麼方向走 對啊 它是收了什麼 就是這樣 嗯 然後它會往 它跟它切線 然後走 其實很難 每個人都 每個人都 五線 五線 切線 所以它這樣 怎麼走都最短 那就往圓周走 可是我現在沒有在往圓周走 我現在講就是 簡單來講是 遠離直心嘛 遠離它的重心 直心的位置 所以它跟它有個相似性 是往 這邊走 它 對它有個細膩 是往這邊走 是不是 所以它走一個 合力的方向 是不是 然後 反正 因為它比較靠近 這個力比較大 想到它那個它比較大 所以它會沿著這個方向走 對不對 這是一個合力的方向 所以 基本上這個 電場在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 當然在這邊 假設我現在正電荷在這裡的時候 這邊推它 這邊吸它 所以它一定是往這邊走 就會走 但是我如果正電荷在這邊呢 它會怎麼走 它的電力場是往這邊走 為什麼 因為它吸它 這個負電會吸它 正電會排斥它 所以它會這樣吸過去 這個不會是這樣走 不是這樣走 因為這個力是往外推的 這個力是往外推的 對 這個正電是把它往外推 好了 所以 這個東西你只要知道就好 它有個 有個趨勢 會讓它移動的趨勢 可以接受嗎 等下會負電荷的意思 就是有一顆球裡面荷的負電 荷的負電 對 有個負電 對 正電荷就是有個東西 它裡面有個正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趨勢的東西 我們可以接受之後呢 我們現在說 這之間就是有的電壓 我們來換個角度 就是阿東邊有的電壓 電壓的意思就是 電壓的意思就是 我會想要讓一個 帶電物體移動的趨勢 就是電壓 我只是換個角度講 剛剛是敞的概念 敞的概念 懂了嗎 現在是電壓的概念 把它轉換過來 用個方式來說 因為轉換成電壓的概念 我們來講的是什麼 講到這邊有點導線 這個跟我們生活上比較相似 這邊有點導線 我有可能在這個地方 我通一個 讓這個電 從這邊流過去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看過這種例子 沒有 沒有 我們看過例子 簡單這樣 目前導線有在接通的 有在作用的 它中間都有電在流通 對不對 對 導線中間流通的 不是應該是數位訊號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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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通的可能是電 你說 是數位訊號嗎 就是那個 用一個導電的鐵線 然後彈成圈圈 然後你放一個電池 然後這樣放進去之後 它會從過去 這什麼東西 那中間哪裡 就是一個 你用一個導電的線圈 然後把它變很長 然後再斜一段 斜一段 放一個電池 然後你輕輕點它 然後 然後你可能這樣 衝過去 不是跟我們現在講的關係 不是那個嗎 不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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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講是一個導線 簡單來講呢 我們讓你放到夜行動 你自己想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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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是兩條 讓我們把牆在那邊一條 這是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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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了一個電池 這邊有一個燈泡 它就會亮 是不是這樣 可是它不是一定要接整幅嗎 那我把它撥開嗎 欸 它是一條 它是一條 電線從裡面流過去了 流過去 流過這個燈泡 再流回來 從那邊流回來 它就變一個 所以它回不去了 你這樣拔開就回不去了 所以我們回不去了 當然 這是一條導線 這樣才是一條導線 等一下 這導線裡面都是兩個 不是一個 對啊 這邊是正極的負極 我說 拉開後 就 回不去了 回不去 什麼意思 你不讓他打 不用讓他臉回去 我電 我電就從這邊 流流流流 流進去 燈泡就從另外邊流出來 對不對 那流動的原因是因為 我接了一個電池 我接了一個電壓 假設這邊是高電壓 這是低電壓 所以電會從高電壓流進去 經過燈泡就從低電壓流出來 它就形成一個軌路 那電為什麼會流動 我不知道 簡單的意思 我們就是 用這種長的概念 電長的概念 這電長很形成的 是靠個電壓 不是先有電長過電壓嗎 它是同時間發生的 我給它一個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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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把這個導線裡面 我在這個導線裡面 我給它一個正電壓 這邊是低電壓 它就有一個流 就像一個水流一樣 水流流 低電壓的意思是負電壓 如果你給這邊一個正電壓 再給你們一個低電壓 所以低電壓是負電壓的意思 低電壓不見的是負電壓 但是低電壓就是它比它低 就這樣子 就像我拿一個水管 這邊放比較高一點 這邊有高 位能 這邊是低一點 有低的位能 所以這個水 就從這邊流過來 對吧 那流動這邊 這邊是最低嗎 不是 我可以拿高一點 它水還是流過來 我可以拿高一點 水還是流過來 什麼時候不會流過來 高過它的時候 對 跟它一樣 水就不會流過去了 所以當這兩邊的電壓 相等的時候 取到這邊的電壓 會不會流動 所以燈泡就不會流動 不會流動 對不對 所以當這兩邊只要有電位差 這電位差 當然我們就是把它拿高拿低 是你放電池的多寡 跟電池有不電 有關係 當我這個電池的電壓 沒有了 就沒有電了 喔 電會不會流通 電壓不會流通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之間的電壓 電壓的概念就不是水壓 水壓是拿高拿低 就有影響 因為它是靠重力位能 可是電壓靠什麼 電壓靠什麼 電壓靠電廠 靠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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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第一個方式是靠電廠 第二個方式是靠電池 電池本身產生電壓 電池產生電壓 是化學反應 可是小營 是一種化學反應 不是有人用馬鈴薯插接頭 就發電 好 那個我們都在討論它 那沒有化學東西 簡單來講 馬鈴薯就是一種化學物 停回來 我現在製作了跟你講 因為你現在的關係是錯的 你跟我們現在那個化學東西 去整形它 假如這邊這個帶正電 這個板子是帶正電 就是帶負電 一定要合在一起 這之間 假如固定它不會合在一起 它中間又有形成一個電池 電池 它這邊會帶正電壓 這邊會帶負電壓 如果把手指頭省著你 這時候呢 我如果拿一個電線接通 電會怎麼流 有負電壓 我說電會怎麼流 這個我們不要管 電真實會怎麼流 但是我們講電流的話 電流就會從正能流到負電 欸 正能不是不動嗎 我講電流啦 電流通常我們先 因為 這個是歷史上的背景 早期在發明 發現電的時候呢 我們不知道誰會流動 所以科學家就說 就規定了 我們就規定 正會流過去負 正的就是正電壓 負的就是負電壓 高電壓會流到低電壓 那流是什麼在流 是電流在流 電流是正電在流 經過了一段時間才發現說 原來正電不會流 是負電在流 它只不過就名字改一下 它只是方向 沒有它改一改 然後它連方向都會改 所以後來就不管了 我們雖然知道說 是負電在流動 但是我們的觀念一定要知道 電流代表是正電在流動 的方向 懂得懂嗎 是誰發電 是誰破的 好煩喔 這不能說是 不能說是謬論 因為那時候沒人知道 那誰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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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打破 因為這是兩個不同 體系的在發明 兩個體系在發現 不要一直聊天啦 那一邊的體系在發現的是原子的結構 他們從原子的結構 知道說是只有電子的流動 另外一邊在發明 在發現的是 在討論的是電的特性 所以這是不同的體系 喔 那後面我們在冰來檢查說 原來是 這邊知道說 原子的結構裡面 只有電子會流動 正電不會流動 正電是原子核 原子核不會移動 只有電子會移動 那才反正修正回來 可是沒辦法修正 因為這邊已經發展出一大堆理論了 那是不是代表那些理論都是錯的 沒有錯啊 它可以用啊 你要想喔 你要想喔 我譬如說 假設這是一個導線 我這一個負墊 在這裡 我下一個瞬間 負墊移到這裡來 這為什麼會動 展現打擊 因為這邊有吸引力 這邊有一些震墊在吸引它 這邊有負墊在吸引它 這邊有負墊在吸引它 類似這樣 我吸引過去了 這邊留下什麼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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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邊負墊會移過去的話 這樣就留下震了嗎 蛤 蛤 為什麼 為什麼 那邊有震的話 它怎麼還會吸過去呢 所有的物體 我 我本來是正負是一樣多嘛 我的負墊被吸收 原本中和了 原本中和了 對啊 正電留下了 所以你可以講說 當我負墊在移動的時候呢 負墊在移動的時候 事實上我就是留在一個正電 正電事實上相對是往這邊走的 原本中和了 原本中和了 對啊 正負本來就在一起了 蛤 那怎麼會分負墊 紅莎姐跟我們已經搶了嗎 中和了的時候正負會在一起啊 我裡面有一萬個正 有一萬個負 我只是負墊在移動 那是讓我負墊移的 我是不是想讓我帶正電 沒有啊 我的負墊不見 我就正電比 我的正電比負墊多 我當時就帶正電 不是嗎 對啊 可是他沒有不見啊 他還在啊 他只是移動而已啊 移動就從我身上移開了嗎 他那個導線裡面移動啊 那我現在講這一區移開了嘛 他從這個區移開了嘛 他從這個區移開了嘛 裡面總和還是不見啊 我不管總和 我只講這一區嘛 喔 他在那個區裡面 他的數量變小了 對啊 所以他還是會補一個 他不會補一個 他就像他也帶正電嘛 喔 懂了 所以你負墊往這邊移動的同時 你可以想像是正電往這邊移動 好 那個東西在補 我這個洞 我這樣移過來 往這邊原來有一個正電的洞 我補一正電的洞的時候 是不是正電的洞跑出來 就從這邊移過來 對 我本來這邊有一個正電的洞 被這個負墊填滿之後 正電是移過來這邊的 對 所以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我負墊在移動的同時 我正電在移動 所以不管你要用正電去想 或用負墊去想 會影響你的理論 所以我們電流這些P的理論 就不會再變 反正你去想一下 電流指的是正電的移動 只是它跟真實的情況不一樣 但是會影響上你的理論 好 回來 所以在這邊 我有一個正電位 正電鶴 這邊有一個負墊鶴的時候 我的電場 這邊就是向這邊移動 我這邊帶正電壓 我這邊帶負墊 我就往這邊移動 因為高電壓跟低電壓 我的電壓 就往低電壓移動 我的電 就往這邊移動 好 所以呢 我就說這叫做 電壓 所以是電量Q 就是電量 你要說什麼 那個那個 正負應該是講成高電壓跟低電壓 無正或負 這樣的話才說得通 再講一遍 就是 因為一個是負的會往正的走 它這邊應該是高電壓 會往低電壓走 對啊 所以 實際上它應該是高低分 不是正負分 它這邊的正負其實代表是高低 不是代表正負 高低也是正負的意思 我們現在講的講正負在移動 雖然跟現實生活不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電流的這一塊 講的是正負在移動 你看我這邊有正負 這邊高電壓也是帶正負 那請到正負跟正負 有些教訓 又在正負 那兒 有些教訓 回家